首相伊斯曼·沙比里这次官访泰国 在所有场合都使用国语 除了在昨天晚上的一场晚宴致词中 考虑到现场有许多外国政要 大家都使用国际官方语言英语来致词 所以沙比里也才使用英语致词 他说官员出访时都应该使用国语 文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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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没有原因 Ped Marilyn, Omnayup Sayang 伊斯曼·沙比里认为 所有政府官员到海外出席活动 不需要用国语 Anita说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有责任在国际舞台 推广本身国家的语言 而且其他国家都对说自己国家的语言感到骄傲 那么马来西亚人也应该对说国语而感到自豪 而不是感到尴尬 毕竟现今有许多先进设备已经可以进行及时翻译 沟通绝对不成问题